很多NBA球员都把洛杉矶当成是灯红酒绿的享乐之地,而在洛杉矶两支球队效力的球员所面临的诱惑可想而知。 很多单身汉来了洛杉矶尤其是湖人队打球,都恨不得立刻跟哪个女明星搭上。 乌甲西齐有了沙拉波娃、阿多姆跟卡戴山结婚,尼克、杨根前未婚期歌手纷纷和和。 好莱坞的诱惑太大,球员很难不受影响,如今球哥轮左,鲍尔成了湖人最受关注的新人,有前辈也给了他一些建议。 常跟科比做队友一起争惯,跟科比一家私交也很好地相农。 布朗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,他希望球哥不要那么快就搭上卡戴山姐妹,保持专注,不要光顾着玩,尽量多学点东西。 他说,在被问到球哥是不是最好别想着跟卡戴山姐妹这种名流约会时,布朗说,他应该专注于篮球,不要想着去勾搭谁,要想着篮球和冠军才行,等到休赛期再去想女人的问题。 布朗自己的妻子也是在胡人笑历时交往的歌手,但他们俩感情很好,至今仍在一起。 但卡戴山姐妹就不一样了,跟球哥年纪合适的也就是肯德尔、詹娜和凯莉。 詹娜,他们可不是想安稳过日子的人。 而且,克拉克森已经跟肯德尔交往过,就不要更衣室变得更复杂了。 很多跟卡戴山姐妹交往过的球员都认为他们妨碍了自己的生涯。 阿多姆就是最悲惨的例子,她当也曾经受到了不少影响,分手后还如是重负。 不过,伦佐现在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。 在理论上,洛杉矶的诱惑应该不构成问题,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 或许球哥应该多向科比取取经,问问他是怎么做到在洛杉矶不触电,不去夜店的。